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2号的台股最前线 在今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台北股市就出现了一个亮眼的表现 指数的部分 早盘先是一个小高盘来做开出之后 虽然说一度有回测涨幅 回到开盘价的一个位置附近 但从9点半过后 也就是中国股市开盘之后 指数的一个涨幅就不断的向上去做扩大 整体在五盘也都维持在一个相对的高档 去做辖幅度的震荡整理 中场台北股市是上涨了103点 来到了12100点的整数关卡 好 那如果说我们以今天的一个收盘价来看的话 离原本的前波高点12125 它仅仅只有相差25点的一个空间 因此大多数的一个投资朋友 在今天下午看这个所谓股市分析的节目 我相信大家的一个主轴 大概都会聚焦在于 圆月行情要来了 然后或者是告诉你说 这样子一个行情是一个大多头的架构 所以你要快点跟上整个操作的脚步 我相信大概大家从下午收完盘之后 看到的一个股市分析节目 大概都是这样子一个论调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投资朋友跟下午是一样 在3点钟看了这个所谓的 法人的买卖超之后 会觉得说这个行情怎么会涨这么多 那之所以会这样子讲的一个原因是在于说 基本上涨100点 我们不敢讲说外资一定要呈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买超 但整体而言呢 应该是站在了一个买进的方向是没有错嘛 对不对 但是你却看到 在整体的这个三大法人的一个操作上面 它出来的数字却不是跟我们想的一样 因为你可以看到在外资的一个部分 它甚至是站在了调节的方向 它是卖超了34.3亿 而投信的部分 它也是卖了0.58亿 只有自营商的部分是买了37.72亿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你会发现台北股市即将要挑战整个波段新高了 但是法人却没有跟上这样子的一个脚步 到底以现阶段这样的一个行情 你应该如何来做解读 我想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 我就先针对这个问题来跟大家做解答 首先我们当然要看一下 现阶段这样的一个行情 到底在技术面当中 它有没有出现任何多方的一个败笔 那我相信过去这几天 如果你有看小老师节目的一个观众朋友 我们一直跟大家谈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价位 这个价位叫做11937 尤其是在礼拜四的时候 为什么会强调这一块呢 因为在礼拜四的时候 KE指标的一个计算 它的那个位置 9天的一个低点的计算 它就会算到这个11937的一个位置 所以当时我们是告诉各位 只要它没有带量 带多少的一个量 带1240亿 也就是月均量的一个成交量 往下去做杀盘 跌破这个11937位置的话 那整体的KD指标再度出现转强 这个是时间点的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有跟大家谈到的 那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KD指标 再度出现了一个转强的向上 这个是这一波开始修正以来 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 你再度看到它出现了往上的一个转折 那以这个角度来看 因为我们过去谈过 这是一个强势的整理 这个时候再度出现转强 而且有带成交量是1400亿以上的量能 你不论就量的结构 或者是价格的结构 它其实都是符合一个多头的条件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大多数的一个分析师在谈到的 这个高点会被做突破 我想这个观点我们是认同的 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是这样来做观察 但是有一个重点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重点 就是法人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他没有明显去做跟进 那你唯一看到跟进的是自营商 然后以及国内的散户 所以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一个融资券还没有出来 但是大概可以预期就是今天的融资 应该是呈现增加的 那我们也不是讲说内资的增加 或者是自营商的一个增加 它就一定是代表一个空方的讯号 只是说相较于外资或者是投信来讲 如果说以内资的结构 或者是自营商的结构 因为自营商我们过去跟大家谈过 他们有分为自行交易 跟这个避险的一个操作 那避险的操作最主要是针对这个权证 如果网上涨他们发的是认购权证的话 他们会去买股票去做避险 但是一旦这个所谓的一个股价涨势停止之后 事实上他们就会去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所以这个部分相对来讲 他的筹码会比外资或者是投信 相对来讲比较不稳定 那内资的部分当然其实也包括 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一般这个所谓中时户 或者是散户的部分 用融资去做买股票 那因为会有利息的压力 或者说是筹码比较乱的状况之下 他的结构其实不是这么样的一个稳定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简单讲一个概念 就是指数的部分要突破高点 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在整个个股的操作上面 因为法人在这个地方去站在调节的方向 所以你在操作个股的时候 你一定要特别留意追高的风险 那尤其是在于今天的盘面 他其实有另外一个现象 那这个现象我们稍后会举一些个股 跟大家来做举例 那简单来讲 这样的一个现象叫做配对交易 我先跟大家谈一下什么叫做配对交易 那配对交易的一个部分 其实简单讲就是 外资会针对同一个产业 比如说指标性的个股 他一档会呈现买超 然后一档会呈现卖超 我举个例子来讲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是1月2号 外资跟投信的一个买卖超的状况 那你看到今天外资买超的第一名是2337的旺宏 对不对 他是属于这个nofresh 或者是我们把它归纳成大的那个项目来讲的话 我们会把它分类在记忆体里面 好那这个部分买超第一名是记忆体的个股 买超第二名的个股有答 这个当然不用讲 这是属于面板类的一个个股 但是你去看这个卖超的一个卖超的一个族群 你会发现其实很有趣 怎么说呢 你可以看到卖超第一名的华邦店 他是属于什么族群 他是属于记忆体族群 然后群创是属于什么 群创是属于面板族群 所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事实上今天的一个盘面 他有出现一些配对交易的现象 那配对交易是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 这个对于法人来讲 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看空的讯号 简单讲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买友达出群创 对不对 那你说他是看坏整个面板产业吗 不是吗 他如果看坏整个面板产业 他应该是这两档股票都要卖超吗 对不对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看空的讯号 但他只是告诉你说 这个产业是有恢复成长的 但短时间之内没有涨得这么快 所以他们会选择以配对交易的方式 先把资金去做一个有点类似对锁 或者是避险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现阶段因为刚好面临到12月份 营收公布的时间点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会担心踩到那个 这个营收的一个地雷 所以他们会选择去用这种大型股的 配对交易的方式 去避开这个风险 然后等营收公布出来之后 有比较好的股票 外资他才会去做一个切入的动作 所以简单来讲 我们帮大家下一个结论 就是说这个行情到底是不是多方 这个行情是一个偏向多方的架构 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因为法人在这个地方 他其实没有明显跟进的动作 那你单纯靠内资的话 那个结构相对来讲会比较不稳定 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些个股 他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波动 就是冲上去之后会掉下来 或者是掉下去之后会拉上来 这个股价的一个操作难度上面 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对于投资朋友而言 因为现阶段其实法人也都在做 先做资金的停泊 然后接下来要去换到一些 他们认为比较好的个股上面 所以我倒是觉得这个先点当中 投资朋友在操作的过程里面 你不要操之过急 我也直接告诉各位 我今天我没有带我的会员朋友 买任何一档股票 我今天反而是选择去调节了一档个股 这个部分我稍后会讲 那只是说这个部分要告诉各位的一个重点 是在于说从明天开始一路到1月10号 也就是下个礼拜五的时候 都是营收公布的高峰期 所以你要把资金留起来 去做一些营收比较好的股票 稍后我一样会举例子 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 那这个部分就先跟大家谈一下 整体大盘的一个架构 大致上是如此 但是我们还是要告诉各位 虽然说今天的一个指数离高点 已经没有差多少了 对不对 但是还是有一些个股 在这个过程里面 它的表现是比较弱势的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就是说你不要把2019年的负担 带到2020年 这句话我们大概已经讲三天了 那重点就是要提醒各位 就是说这个时候 如果你去挑到营收好的股票 其实你有那个机会 很快的把你的亏损 不敢说全部把它补回来 但是补一部分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所以如果你现阶段手上的个股 还是属于那种相对弱势 或者是让你套得很深的股票 我觉得你都要去思考一下 你要不要去做一些 个股调整的动作 因为个股调整 你不要害怕停损 你把资金抽出来之后 你才能够做其他的事情 这个部分我想 这样的观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那如果你有需要夏老师 针对你手上的一个持股 给你一些意见的话 你可以加入夏老师 台股最前线 Lite的一个好友家族 加入的方式 你可以输入我们的ID 小鼠NAE2953i 或者是扫描画面当中 你所看到这个QR Code 都可以加入到台股最前线 Lite的一个好友家族里面 那有任何持股上面的一个问题 我们都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当然如果说你不方便 加的一个投资朋友 或者是你不会去扫描 QR Code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直接拨打 我们的服务电话 02-8101-0630 02-8101-0630 有任何问题 都欢迎透过这两种方式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想我们就要先跟大家谈一下 有什么样的一个个股是 我们刚刚讲到配对交易 但是其中还是有这个外资 它呈现一个比较连买这样子的一个族群 这个族群它其实最主要是聚焦在整个PCB上面 那这个部分 一样我带大家看一下 有打一些的一个PCB个股 在最近这个礼拜 它是那个法人开始去做买超的 比如说像什么 比如说像是今天表现 非常强势的 6269的台郡 然后像是 还有其他股票 包括像是6153的加联益 然后包括像是3037的新星 然后以及像是这个2367的药华 这个都是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新兴在这个地方 然后药华应该是在比较下面的一个地方 好这四档个股 事实上从这个礼拜开始 外资普遍来讲 都是站在了一个买超的方向 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 不是说外资它很积极去买 或者说它开始出现转买 我们就要第一时间去做切入 事实上如果说我们以这个所谓的 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你看比如说像是6153的加联益 对不对 今天涨了2024%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现行上面 它在38块到39块 它有一个比较密集的套牢区域 或许大家会觉得 老师36.55到3839 它也大概有6%7%左右的一个幅度 但是我应该这样的讲 就是说我们在做股票的时候 会不会到最终出场的时候 只有赚5%6% 当然这样的机会其实是存在的 我们也常常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当初的出发点 你在做任何股票的出发点 你绝对不是为了5%6%的幅度在做吗 我这边有听得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最后如果出在这里 那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你知道这个股票 其实上档的压力比较重的时候 这种个股我是不建议大家 在这个时间点当中去做强劲 那例如说包括像是3037的星星 星星的部分 其实这一波是投信 它在做结账非常明显的标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它是一个月季线的一个死亡交叉 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个股 我觉得我们需要比较多的证据 或者是比较多的主体的时间 它才会有一个比较明确 真正指叠这样的一个讯号存在 所以重点 我们刚刚所谈到这些个股当中 你还是要去找那个技术现行最强势的一个股票 例如说像什么 例如说像是6269的台军 那台军的部分我在昨天晚上的节目当中 应该有稍微跟大家谈了一下 那个时候我们是讲说等它突破再说嘛 对不对 只有讲完今天就正式去做一个突破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如果说以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当然我觉得突破之后 第一个我们要去算它的幅度到底有多少 第二个是这个地方到底具不具备有追价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当然第一个我们要看法人的一个成本 过去这四天 法人其实都是站在一个比较买超的方向 所以如果说我们就时间点来看 6269的台军 如果说我们抓四天的一个时间来看的话 它是从12月27号一路到 今天的这个1月2号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我们刚刚谈到的是外资嘛 所以我们就直接来看外资的一个部分 外资的部分其实买最多的 或者说这两天买超的 实际上只有两家外资券商 一家叫做瑞士信贷 他买的价格是120.7 另外一家券商叫做台湾摩根士丹利 他买的价格叫做118.36 他买了1900张 然后下面你要不要继续看 我觉得这个就给你自己去做参考了 因为他只有买500多张100多张 这个基本上你把整个股票丢出去 那个可能就是只有一刹那的时间 就卖压就被消化完了 所以重点应该是要摆在这两档个股上面 所以对不起 这两家外资券商上面 所以这两个股 其实大家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 如果你现阶段手上持有的投资朋友 我先讲我没有 我不是要跟你讲说 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分析师都会去讲那个强势股 然后讲的好像自己有 但是这种股票你也知道 我们现阶段手上的股票其实不多 那为的是要把资金抽出来布局这个营收好的股票 那我们只是举例给大家看 就是类似这样的股票你要怎么去做看待 如果你手上有的投资朋友 因为这两家外资券商他买的是最多的 所以当这两家外资券商 他也开始站在调节方向的时候 那这个其实就是你短线上面 应该去做获利出厂的出厂点 这个部分是这样子 然后除此之外呢 一样的一个概念 我刚刚是不是讲到说 你在整个操作的过程里面 你原本设定的目标 不能够只有5%6% 对不对因为这个不合乎你的风险报酬的比例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当时这一波的这两个这两个月的平台整理 他的高点是118.5 在今天去做突破 然后低点是在106块半 所以以第一波等幅测距来看的话 这一段是12块钱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往上加12块钱的话是130.5 那130.5现在是124 投资朋友你觉得该追还是不该追 你说老师还有6块半的空间 对但第一个你不知道明天他开盘是开多少吗 他如果开127你就剩下3块半 他如果开128你就剩下2块半 所以这一档个股我们是告诉各位 他的技术现行很强没有错 但是你在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 你不能够去用追价的操作 因为追价操作万一他刚好碰到这里 他就掉下来 那你会一追你就追在短线上面的最高点 当然我知道可能会有投资朋友想要问说 老师万一他一路喷怎么办 一路喷就算了 你不是所有的股票都要从头赚到尾吗 你错过了一档个股没有关系 重点是你用正确的观念去找到适合的股票 我觉得这个会对于你的操作 他才会比较长久 而不是我们一直去追追那个最强势的个股 然后你只要一根打回来 像比如说你如果没有办法做到那个停损收发自如的话 你可能一档套在高档 你就永远解不了套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长久的操作的方式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等待有回测的过程当中 再来做切入 那这个另外我们再讲一个东西 就是包括你来找下午时持股解析 我都会跟你谈到这个事情 对不对 有些股票会 有些股票可能就没有 这个要看他的技术面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地方有写 还有七天的多方时间 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概念 就是如果你从KD去算九天的话 实际上这不用看 这九天的平台都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也就是说未来的七天的时间里面 因为你明天这个 这样算九天嘛 123456789到这里嘛 为什么是七天的多方时间 因为你明天会进到这一天啊 对不对 因为今天已经收完盘了嘛 所以对于他来讲 多方的时间只有在哪里 1234567 就是这七根的低点 他没有大幅度的变化 那这个部分 他其实就会告诉你说 股价相对技术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的KD指标 我们带大家看一下 就是 这个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就带大家看一档就好 那后面我们就比较办理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 那这个是星星的 我们要看的是6269的台郡 好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出现转强 对不对 未来的七天 他的低点都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低点 所以以这样的状况来看 低点不会坏 所以他只要整理 或者是往上 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讲过那个 有利于多方 或不利于多方的条件 那时候我们不是讲说 行情就是涨嘛 然后平盘嘛 就是小涨小跌都归在这里面 然后跌嘛 那大概都是 这种所谓涨跌 大概都是5%以上的一个幅度 那时候我们不是讲说 有些股票他如果来到高档的时候 你只要走这种或走这种 他的那个指标都会下弯 这个对于多方来讲是不利的 那对于多方有利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只要走这个 走这个没有问题嘛 大家都懂 但走这个他其实也会造成助长的效果 这个叫做对于多方有利的时间 那我是要告诉各位的一个重点 是在于说 这种所谓多方有利的时间的时候 他不是告诉你说每天的股价都会涨 但是你打回来的时候 你要勇敢买 因为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谈到 这两种状况 对不对 有的股票就是要做回档的嘛 这个就不是你适合你去 去做那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逢低承接 反正打回来就接打回来就接 那个其实那时候就不适合 但是这种多方的时间里面 他就比较适合打回来的时候去做承接 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那我们花的时间比较多 所以我们要讲下一档个股 我们要讲比较快一点 那当时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谈过台光电 那我也不会演啊 这一档个股是我现阶段 我会员手上持有的一档个股 那昨天其实我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跟大家谈到就是 你在整体的铜箔基板三雄里面 它的股价其实最为偏低的 就是说你从包括了连茂包括了台耀 他们其实获利大概都在五块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天连茂股价涨到136块半了 然后台耀的部分今天股价做压回 但股价还有145.5 但是赚六块多的台光电 它的股价反而还在137块 所以相对来讲 它的股价其实某种程度上面算是低估的 那今天股价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股价其实有往下去做沙盘 那如果你单纯从法人的一个筹码来看的话 这是一档土洋对做的股票 因为外资是站在卖方 但是投信的部分 它是站在了一个持续买超的这样子一个角度的时候 我倒是觉得因为这种股票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谈过就是说 你在一档个股当中 如果它是属于中小型个股的话 不是比谁买多买少的问题 就是你如果是那种比较中小型的 或者是它不是整个产业最主要的那一档个股的时候 其实最主要它的股价是由投信来做决定 所以虽然说看起来股价好像 今天冲上去之后掉下来 然后留下影线 但是某种程度上面而言 我认为它整体的技术架构 它没有做破坏 所以我认为这一档个股 我们还是以比较偏向多方的角度来做看待 然后另外我们再谈一个个股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在选举前 当然选举前 第一个我们操作档数不会多 第二个部分 我们会 我有跟我会没有讲 就是说今天我们没有买股票 但是我们最主要的重点是要把资金留下来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做营收的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部分不是请你去做追价 但是这个如果你看夏老师节目一段时间的 你都会非常熟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那因为现在股票少了 我就先不把它做成那个报表的部分 那后面我们会随着那个股票档数做增加 我会帮大家分类那种双增或者是月增年减 然后这个是属于比较偏多的 然后月减年增跟双减这个是属于比较偏空的 那如果你自己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公开资讯观测站 这个其实都是你可以自己做的 我今天跟你谈的事情都不是什么 要夺庞大研究团队或者是有夺灵敏的消息 就是我们一般我们投资朋友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这个部分我希望说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带大家来获利 没有什么内线 没有什么如果你对于产业不懂的话 这个消息你可能没办法取得 那我们就是从公开的讯息来看 好所以这个部分一样 你要用采用IFERS支扣 因为这是新的会计准则 那IFERS之前我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2012年之前 所以你如果选这个 它就是历史资料了 那我们要看的是这个 好所以现在国内上市 你看 像现在其实你可以看到公布营收的 月增年减的有什么 有上尾头控 好然后金硕的部分 它是月增年增 这是双增股 好但是今天有一档指标性的个股是什么 是3563的穆德 好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 它的营收1.41亿 月增是4.91% 年减是46.64% 所以你要先记得一件事情 我不是因为今天穆德股价大涨 然后告诉你说 这样子的营收形态是可以的 你如果过去看我们节目 我都会跟你讲说 月增年减 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讯号 它有机会脱离谷底 对但是我们过去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谈到的重点 那这档个股 因为它也是PCB相关的一个设备 所以我们简单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说 你看这个股价表现多强势 一样 我不是要告诉你说 你要去追这个股票 而是你从营收的角度来看 你其实可以看到这样的契机 那因为它刚好跟PCB 它是做PCB的设备 所以我们把它摆在PCB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是终结了连续五个月的双减 我们来看一下 3563的一个穆德 穆德如果说我们从营收的角度来看 现在是12月份 1.41 月增4.92 年减46.5 你看11月 10月 9月 8月 7月 这五个月 它的营收都是呈现 月减跟年减 所以当它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时候 当然会不会因为一个月 你就断定说它是走出谷底 这个其实有点早 但是的确你看到股价也没有动 因为股价其实已经跌了非常深的一段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会操作的一个主轴跟重点 那简单讲一下就是 以穆德现阶段外置从12月4号之后 买套成本大概3002到340 所以这股票其实也不适合你追 我好说鬼吗 就是超过两成以上就不适合你去做追价了 但是如果说你要做短线上面的交易的话 听清楚是短线交易 或者是当冲交易 你如果要做当冲 我们都是建议大家 你如果是要做当冲的 你就当天结束 你说老师这不是废话吗 不是当冲就是要当天结束吗 我跟你讲 我遇到一堆投资朋友 他的当冲都会变成波段 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他当冲当天要不要冲掉 是取决于他有没有赚钱 有赚钱赚一点点他就冲掉 他套很深他反而不管他 好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 这种操作其实不太正确 那最好就是你当天 如果你是决定要做短线当冲的话 你就今日是今日比 有高点你就出 这个部分是这样 那因为现在K值在扣到这里 这个指标在高档 那高档会不会顿化 至少这三天目前还没有看到 会转折往下的这样的机会 为什么 因为现在在这里 一二三三天的时间在这里 从这一天开始之后 他才会往上电 那三天是到礼拜几 是到一月七号礼拜二 所以在一月七号之前 我认为他的现行会是强势的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你要做波段的操作 我这样子说 这两个股 我不用一个月的时间去断定 他就是走出谷底 所以我不会用波段的方式来做操作 但是短线上面 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多方时间里面 拉回你去找买点 刚刚我们有讲过就是 多方的时间不代表每天都会涨 但是他有回测的时候 他比较容易收缴 所以你如果要买的话 你要等那个收缴的一个买点 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 其实你会发现 我举完这个例子 大家都会想说 老师那股票都涨了 对不对 比如说你看像 6446的药花药 你看这也是公布12月份营收嘛 他告诉他告诉你说 这个月是因为药品的销货收入比 新年同期增加 废话 要不然怎么会呈现成长 但是这个其实简单讲就是 他还是有给你一个理由啦 就是他不是什么新的产品或怎么样 但问如何你从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药花药的股价 6446 你看他股价为什么会走这个 有人先知道啊 有人先知道营收会比较好啊 那大家会想说 老师那如果大家都知道了 怎么股价会有低档可以买 你放心 后面一定有 后面一定有 因为不会1700多家公司都跟药花药一样 都跟木德一样 在营收公布之前股价就先涨 从这边有听得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部分我不是请你去追 而是告诉你说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其实是有那个获利的机会啦 或者我们应该这样子说 你还记不记得上个月份 上个月份我们在做营收的时候 我们做哪三档个股 一个是这个嘛 对不对 然后一个是这个嘛 我昨天我也跟大家讲 你看他股价创新高 就创新高 我是真的没有了 我就卖掉了啊 但是我也跟大家谈到就是说 你在做营收股的时候 半个月 你就给那档股票半个月的时间 他在这半个月的时间当中 他一定要碰出去 如果没有就代表 他的营收反应的利多不强势 这个你就不能够续报 也不能够做恋战 包括我带我的会员朋友 我都是这样做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 我所谓的半个月是 那个月的半个月 不是说你买进 比如说你1月10号买进 然后你报到1月25 不是 就是你1月10号买进 你就只能够看到1月15 大概是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然后像是5457的宣德 这个也是我们当时做营收股 我就有讲到说 我认为他的营收 应该会有15亿元以上 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 那这个部分 是你现阶段我觉得可以操作的主咒 好 然后接下来 时间 讲了稍微比较久一点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稍微快一点 那配对交易里面还有什么 配对交易里面 今天另外一个族群是在于矽金元 那矽金元其实我们直接带大家看 比如说6488 环球金 环球金你看到这个是股价收盘399 外资买632投信买74 好这个数据你稍微记一下 你看中美金 这是他母公司对不对 外资卖多少 2345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 环球金外资买688 但是在中美金却出了2345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所谈到的配对交易 再讲一次 配对交易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他没有看坏这个产业 但是他不觉得 他会马上大涨 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股票 其实你要操作的重点应该是 你要找低点去做进场 好所以时间的关系 中美金或者是加金合金 我就不谈了 因为加金合金 今天你说反而有卖超 也还好 就是一个小幅度卖超的一个概念 但是指标性的个股 绝对是看这一档 就是6488的环球金 所以你从11月28号之后 外资他其实是比较偏向 多方来做操作 11月28号到现在 128到现在 我们刚刚讲的是外资 对外资 是外资吗 我们刚刚讲是 对吧外资 成本360 买最多的是大通是363 然后美临368 台湾摩根森林买361 然后瑞银买372 那发巴342 麦格里374 当然这个比较极端池 但是大概的平均价格 就在360到370块钱之间 那因为今天攻上去的量能 7167张 他其实不算特别大 有月均量 但是因为这里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套牢量 所以我认为明天合理来讲 他会挣一次 那挣一次他就是回测到392附近 那你就要看这个地方有没有手 那如果有手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找切入点 如果你不是那个资金考量的问题的话 但是我们只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你从刚刚看到5483的筹码 你可不可以看这个强势去追这个 不太适合啦 虽然说这个涨这个一定会涨 但是它的幅度可能会比较小 那幅度比较小的坏处就是 万一刚好遇到环球金回档的时候 你会先套在短线上面的高档 所以你要做的话 如果没有资金考量的问题的话 你要做你就先做这档个股 那因为现阶段的指标在 123456789 在这里嘛 所以这一天还好 这一天还好 这一天他就会跳到这里 虽然幅度也不大 但至少会有两天的时间 我认为是比较偏多的 那至于说后面会不会发展成等幅测距 这个先不下定论 但是回来如果测这个位置有手的话 我觉得有机会 我觉得有机会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然后我们再来谈一个配对交易的是 记忆体 那记忆体的部分 刚刚我们讲到嘛 像是2337的望虹 那望虹其实就比较单纯 就是以他外资从11月14号之后 他都站在买方 那成本是35到36 不算非常贴近 因为比较好的买点应该在36块多 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那目前是38 他并不是一个非常贴近的价格 但是呢 整体来讲还是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吧 那任天堂跟腾讯合卖Switch 那虽然说大家都讲说 中国版的Switch有点功能不太齐全 就是东减西减 这个当然配合他们当地的法令 但是这个部分无论如何啦 有卖总是会有新的出货的 这样子一个动能 那第三个则是 这两个股叫做造益创新 造益创新其实简单讲就是 他是那个中国的望虹 这样讲大概其实大家就了解了 那你可以看到今天的股价是涨了 7.15% 来到219人民币 那你看到的这是六个月 这也是六个月 他股价是创不乱新高 那你如果再把时间拉长一点 一年也是新高 五年应该有接近新高点 但无论如何 他大概就是这几年以来的新高点吧 对不对 那我们刚刚谈到这两个股 他是叫做造益创新 他是一般来讲 我们称之为叫做中国的望虹 所以随着造益创新的股价创高 那这两个股当然就有他的条件存在 然后另外我们再谈一档个股是3260的威刚 那威刚其实这个部分他其实也是配对交易 我们刚刚讲的是说 买望虹 卖 卖这个所谓的滑邦店 因为这两家其实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你看到包括像是3260的威刚 你看今天外资出了1170张对不对 包括金豪科 金豪科是不是也是记忆体立基型的IC设计 他今天出了1617 然后还包括像什么 包括像是8299的群联 这两个股我们谈过嘛 今天出785 所以今天我这样子讲好了 为什么今天外资都会选择出记忆体 因为他不是长一个实质基本面的题材 朋友听得懂我说什么吗 就是说在跨年的这段时间 12月31号的时候 三星有一个厂叫做华晨厂 他停电 那跳电 跳电的时间大概只有两分钟到三分钟 那你说两分钟到三分钟 会影响到什么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台积电之前 那个地震的新闻 地震的新闻 你稍微震一下 你只要积极停机了 整个生产线上面的金元都报废 那个是几百万美元的事情 几百万美元 不是台币 所以同样的状况发现在三星上面 当然评估损失不大 这三星自己讲 那实际上如果你以三星的规模来讲 我认为那个规模其实也不算太大 但是他等于是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之后 我刚刚讲的 今天都是内资在买股票 所以内资其实很容易跟随着消息一面去做 所以你会发现今天记忆体大多数其实都开高走低 没有开高走低 都是都会流上影线 最主要原因在哪边 因为正常来讲 法人希望能够看到一个 有关于整个产业或者是大型个股往上带 这个对于他们来讲会是 会是比较比较稳当的消息 所以我刚刚一再强调一个概念 为什么外资选择在这个地方做配对交易 因为他们觉得不稳定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就是他们觉得不稳定的时候 他们选择做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等你方向很明确出来的时候 他们再去追那个股票 所以这两个股 其实你要看的是这家公司叫美光 美光股价 你说老师这个到底强不强 其实有机会强 但是时间还没有到 所以你为什么 为什么今天威刚啊 群联啊 金豪科啊 这股票其实都是外资卖超的股票 因为 他知道那支会因为这个消息去追 所以他先到给你 如果后面真的好再买回来就好了 还有没有差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个股原则上 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谈过 他的存货大概是58亿 这是一个绝对受惠于 记忆体报价反弹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低价库存的效应 但时间点 我只要请大家看两个 一个是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 外资还有1600张的卖单 那1600张的卖单 怎么做计算 你去看这个 这个应该是这一天了 这一天 这一天应该是24106 跟现在差多少 差1600张左右 所以这代表什么东西 我这个波段买上去的 在这里都出光 你说老师 他们可以再卖其他的股票啊 他们卖到这里 可能还有 还有两万 两万四千张可以卖啊 我说真的啦 他们如果买在前面 他不会动了 为什么 因为 他们的操作观念跟我们不一样 就是说 因为外资的资金 它是比较庞大的嘛 所以 通常买在低点 他们就是抱一个大波段 对不对 所以正常的状况之下 你这个短线的福尔 把它洗完之后 其实外资已经没有什么卖压 可以再卖了 那 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的时候 短线反而会有落底的机会 那另外就是 今天日记地乘见翻扬嘛 那翻扬的状况之下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陈建翻扬嘛 那 我们又给大家一个价格69块 这个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来谈 为什么是这个价格 你只要记得我们那时候跟大家讲过 9天嘛 对不对 那其实均线 我简单讲这个概念啦 就是 KT指标计算是9天的高点跟低点 对不对 9天的high跟low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 它什么时候会翻 什么时候不会翻 其实跟你的均线会不会翻 意思是一样的 虽然它还有一点点落差啦 但是 大概的概念你可以用这样的角度做解读 所以9天线就这个价格 简单来讲是这样 我没有把它摆上去 因为这样画面看起来会比较乱一点 那就是美光今天晚上怎么样反映三星体验的事件 所以这个部分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这是我觉得现阶段大家可以注意的重点 那最后我简单谈一下 同心电 因为我之前给我会员朋友的价格就是154.5 为什么是154.5的原因是因为 它是那个多方缺口的二分之一 那因为今天跌破了嘛 那我其实我觉得我们被洗掉的机会还蛮大 但是我就讲了嘛 就是我们就照着原本的规划去做操作嘛 因为你被洗掉了 你再早点买回来就好了 但是你如果说 比如说你一档个股 爆上去又爆下来 我觉得比较可惜啦 虽然我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当时我们最高是我们是成本是147.5嘛 然后到最高166 19Q最后剩下8块钱 大家都会觉得比较可惜 因为我们出155.5 大家会觉得比较可惜 但是我是觉得 不要因为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谈的就是说 我们需要他有确认他会回档的时候 我们去做出场 而不是说我看到一个高点 我就说出场 最高点永远不会是我们出的啦 因为这股票117可能会再往上啊 对不对 那差别是他有没有那个转弱的风险啊 那我们当时设定的价格是这个价格 所以跌破 我们今天就找了 因为今天是上涨的行情 所以我们没有立刻出 但是我们还是在今天把它除掉的 就是155.5 就是8块钱的价差 这个部分先 让观众朋友知道 如果你是跟着我们做的 那我们在今天先做出场了 这个部分我们就提醒大家 那回过头来 还是要告诉各位的重点是 接下来的一个行情 我们会 以营收的角度来做切入 那我们会去把盘中 挑一些营收好的个股来做一个摆进 那这个部分 如果说你想要跟着我们去做操作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 透过我们的一个Light 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询问 那当然如果说你现阶段 你手上还有一些套牢持股问题 希望夏老师给你一些意见的 你也可以透过加入夏老师台股最前线的Light 来跟我们的小编做发问 那我会在隔天的盘中看完之后 我会请我们的服务员跟你做联络 那如果你不方便加Light 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那不论是你想要问持股的 或者是 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操作的一个投资朋友 都可以透过这两种方式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1月2号的台股最前线 谢谢大家